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川人的性格就是天生的那种乐天派 有点调皮 他不是那种非常老成持重 非常本分的那样一种性格 四川人的性格 四川人的趣味 四川人的兴趣爱好 应该说最充分的就是在川剧当中表现出来 川剧擅长死剧 悲剧喜眼 而川丑对于川剧剧种风格 它有很大的影响 丑爵戏为什么这么多 它和四川人的这种聪明 和民间的这种智慧的传承 它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丑爵艺术呢 它是川剧的一个特点 应该说是川剧表演艺术的一个专场所在 剧不完全统峻的川剧的丑爵戏与川剧 丑爵单纲演出的这个剧目有四百多个 由此呢 它的这个角色形象也很丰富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士隆工商 它都可以用丑爵这个行为表演 剧目丰富 人物形象丰富 它势必就会带来 它的这个丑爵艺术类别的丰富 川剧中的丑爵 根据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 年龄性别 可以分成很多种人类 夸张的扮相 威胁的语言 搞笑的动作 舞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 都能让观众豐富 川剧丑爵就是有着这样神奇的魔力 看过的人在大笑之后 又总能从中获得思考 我们一同领略一下 川剧丑爵的表演风格 如果按照人物的身份地位 将川剧的丑爵分门别类的话 袍大丑所扮演的就是 帝王将相 官宦之家 无论身着 所莽袍 官衣 剑衣 还是扎大靠 都属于袍带丑这个门类 历史上陈耀军就是一个很 灰切的 行为比较荒唐的 但是也是很政治的一个人 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人很笑人 他做的这件事情很怪异 一般就用丑角来表演 他增加那个喜剧效果 我们天上还有凶儿的恨 一山之三里 三到半天 虹剧的丑角是非常有个性的 非常有独到的历史观 独到的是非道德观 他表现人们的喜怒爱乐 人们的是非评判 是非常准确的 他站在群众的基础上 来评判这个人物更具人民性 所以我认为川剧丑角艺术 非常非常宝贵 就在这些地方 秦军在找我 没有 乘乡在闯我 也没有 后来就震动之声啊 挖在冰射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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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跑是以将为主力 不要有内在的优美感 他说出来的话 让观众感觉这个人 真可笑 范先生 一时之道的 我祖为情如父 这所宣派的远国贵和平 今天一挑明天一宣 嘿嘿 结果就把我宣派来了 真跑 他就更多的是一种小将的 生活机器比较浓厚的 就跟我两个白浓门这样的样子 那鬼门呢 就是以功夫而做的 他有很多技巧 鬼衣布啊 这个 甩一发呀 枪丝啊 都在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这个系 他有一个举计 就是甩发甩甩甩甩甩甩 你哈巴巴 头发甩来缠起 来把毛子戴起 因为他在这鬼衣布的时候 很重要是关于你的口级 鬼人学家搞 解 这是川丑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角色类别 范围也很明确 主要饰演文人公子 玩裤子弟 富商俱古等 表演要求有小声功底 又如梦风流之气 明白桃花 伤在那富人女子身上 下施功夫 就是童亚中的朋友 深夜待久 如果过次的 也要捏着笔棍 叫我打我一声 陆佳阳 陆佳阳 曾伟源 他是读书人 台词的语言 和心底的不一样 要有书给心 川丁的丑角 要有幽默感 他不是那种 爆笑的喜剧的幽默 那种 他这种角色 因为他的身份 他的素养 这个角色的素养 他就是寒碎的幽默 真要说了 文章还在里头 川丑他 他是每一个小丑戏子 他每一个小丑戏 是每一个小丑戏子的东西 不能乱人 要再情再理 四 九 二 我们有个韩话家 文序 读言 要跟他继续 跟他继的情节来 一个人 他的生命又威胁了 已经不顾一切了 有鬼啊 要抓他了 忘掉了一切了 他就产生了这些东西 你基本功 练得有好声 你的表演也有好声 虚无情不动人 虚无忌不惊人 虚无义不服人 金金丑扮演的多是社会底层的人物 在四川方言中 常用穿金金挂柳柳 来形容一个人的衣服 破旧漏烂 他们当中 有好意无劳 服务正业的地痞无赖 也不乏忠厚老师 热情善良的破洛土地和其他 王小儿那个霸仙管 他说我把他整垮了 你是把他整垮了 他借了钱重新开张 你不晓得吗 我来祝货他 他不要我进来 把门关上去 这才可要的 看起来好演 实际上金金丑 很不好演 金金丑是相当讲究功夫 这个功啊 就不是施工无法了 那就是生活上的 生活的在线 从生活上的提一念 要自然 大方不要著作 我要说啊 你不说 你不说 不说就给酒钱 不不不不 不慌不慌 我要说 我说我这个 我在家里啊 就乎你乎你 见到你们眼睛 就明明白 有吃的 有活的嘛 不要吃你们两个 是永永依依依啊 他说我们要不要吃你啊 那就难得难得啊 我自己吃吧 他在整个一个大喜当中 自始至终能够贯穿 演下来 观众感觉不疲劳 观众既受到了欺敌 而且也得到了乐趣 我认为 金金丑 就要达到这个目的 让客 让你想 先说 那么二爸爸今天 我就让你先说 那么可思一见了 你说话嘛 二爸爸今天就没有打场 现在二爸爸说话嘛 你就不要多嘴 你过一过你说 不要两个人 真的要真的要你说 真的真的要说 他实际上是一个更贫穷的一个人 他让他的哥哥有势力 他就在这个阵域上辅作辉位 所以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啊 就是表演 一定要把那个酒醉的表演要演出来 还有他那个无赖 我哥他在劝的 你是那么说的 你敢骂我哥滚 你骂得排气 你三个钱的盐黄袋 你就是蛋滚 四个钱的油碗袋 你就是酸滚 错最要求 他也是要清楚 先醉跟后醉的醉 南醉主义那个醉 现在就是乎乱来的时候 乱争乱打的时候 要等我这个分纯 生活当时有好醉 我们表现出来就好醉 那不行 要通过艺术加工 作为对生活的体系链 你才能够达到起 与装与线 起到与娇与乐的作用 脖子丑 是指以丑行英工的老年妇女形象 而川剧婆子丑的代表人物 当属川剧宁丑周启和先生 在迎贤店中塑造的店婆这一形象 将一个小店主 人情淡薄 唯利是图的嘴脸 刻画得淋漓尽致 老生乘风死 在这里开了一座小客店 来了个欣赏的相公 中国的店好合适 好几算来都要好几算钱了 几次找他问都推口说没得 做生意买卖的人 把本钱拿给他抓到啊 哪才划不来的 他的语言很精彩很整齐 他夸张的时候也是夸张的得体 哎哟你们这个东西还深沉呢 做思维还要有性质 哎呀 我还没当我们这些婆婆大娘 大海的没得死 做了个框框头 捡起来 做一两针 你还要是万七够的 尤其做事 哎哟你们这个东西要有性质啊 那么请问你增加这个性质 要好久才发一回呢 这个 你要是一年不发 我这个账不是一年都收不到了 是教我戏的时候就说 花看半开 酒饮为醉 一平一笑 一个动作有一个度 含血 到点到此为止就行了 哎呀 我真是我的车她的夹子 哪晓得她从那个胸子后 摸出一笔影子来 被深深的这个眼睛 脸面上晃几下 哎呀 不晓得咋个流这个人都爬了 哎呀 丑爵呢 他就是在创作思想上 艺术思想上 他无拘无束 好玩好看 从平民视角和平民表达 所以他能够得到社会的那种心灵的呼应 如果将川剧的丑角 按更详细的人物身份 年龄性别划分的话 还可以分为方金丑 矮子丑 老丑 无丑 娃娃丑等 不仅分类详细 其所运用的功法程式也不仅相同 因此可以说 丑行是川剧行当中 是一副有创造性的一个航班 丑角系 在川剧这个意思中 它站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老百姓是很喜欢川剧的传承 首先要达到老百姓该看的 那么他才能够精彩的走进局场 更多的关注我们 川剧这个带有四川特色的 一个地方特色的一个训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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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